国立花联女中9号10号两天举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 而全校有1000多位的师生旗聚 由花女乐队进场揭开序幕 接着各班进场展现创意以及活力 连班导师都加入搞怪 随后一对表演更是吸引全场目光 展现花女学生平时课业以外的多元学习成果 国立花联女子高级中学 9日10日两天举办112学年度全校运动大会 全校1000多位师生旗聚 由花女乐队进场揭开序幕 接着各班进场展现创意和活力 连班导师都加入搞怪 随后一对表演更是吸引全场目光 不管乐一对表演或教职员趣味竞赛 都让校园欢声雷动 第一 今天所有的任何的竞赛 同学们一定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 第二 天气热 保护自己 第三 无论如何 无论胜负 要用愉快的心情过完这两天的运动会 OK 也让我们趁这个机会放松一下心理 其实最主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老师跟时间 跟学生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默契 非常好的合作 能够加深彼此的感情 那在花莲旅中其实最大的特色是我们每年运动会的时候 会在10点到12点有高二同学的啦啦队竞赛 啦啦队竞赛每一个班级都参加 而且竞争非常激烈 那往年因为啦啦队的练习 会在各班激荡出各种不同的联谊以及情绪 可是这些联谊这些情绪都是必要的 可以因此更凝固班级的向先帝 在比赛之后虽然有胜有负 可是对花女的同学来讲 啦啦队是他们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 国立花莲女中约有1040位学生 包含美术班男生14位 教职员也有超过百位 校长詹曼福表示 1000多人的大家庭 期盼透过全校运动会 放下书本放松心情 也让老师和学生培养感情和默契 尤其高二同学啦啦队竞赛竞争激烈 更能因此凝聚班级向先帝 不论胜负都成为班级间难忘的过程和回忆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